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剧谈先生频道,我一旧是师妹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屌丝男沉迷美色,整天一以女神和自己谈恋爱的故事,半枝烟 人生中最重要的感情是什么呢?亲情,友情,还是爱情? 对于老曾来说,他的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爱情二字 在巴西待了30年,也是时候回去香港老家了 没有家人,又无处可去的他,偶遇了一个特别刚的年轻人小谢 这小谢二话不说,冲上去就给了流氓一刀 这么猛的人,就是合帮老曾杀人 老曾在一群流氓手中将小谢救下来后,两人便达成了协议 只要小谢愿意帮自己杀人,那么他就会得到一大笔钱,用来还家里欠下的债 在完成任务之前,老曾都住在小谢家,美其名曰是监督 其实就是蹭吃,蹭喝,蹭住 话又说回来,老曾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要找人帮忙杀人呢? 他杀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故事还得从30年前说起,那时候他是一个混得还不错的小混混头子,下山豹 可他实力相当的,还有一个叫九文龙的人 两人同在一个老大的手下干活 本来各司其职的两人,却因为看上了同一个女人小齐而结下梁子 特别是在九文龙出卖老大,占兄弟便宜之后,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大 几十年前没能杀了他,现在一定不能放过 几个月不见一个人,他都能变成你不认识的模样,更何况是30年了 再说了,现在黑帮都不知道换了几批了,哪有几个人知道他们当年的恩怨 因暴雨被困在钢琴下的老曾和小谢说起了自己和女朋友小齐的爱情故事 依旧是30年前,他的颜值和头发还在的时候 某天他和九文龙一起来到了立侠舞厅 两人同时对舞厅里的一个女人动心,而这个女人就是小齐 不过他并不知道小齐的名字 小齐是老曾在这个世界上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她的一颦一笑都让她痴迷不已 就算之后在巴西也看过很多女人,但没有一个能让她这么魂牵梦绕的 两人为了针小齐,直接就在舞厅里干起了架 结果,九文龙输了 胜利的老曾来到小齐的面前问他 小齐回答道 于是,老曾将那没有抽完的半支烟放进了自己的烟盒里 这一放就是几十年,并且他去哪里都要带着他,生怕弄丢 身后不远处的九文龙不服气,偷偷朝老曾开了一枪 之后连夜将受伤的老曾丢下船,让他自生自灭 时间回到现在,小谢听完他的故事后 下定决心,一定要帮他找到九文龙 几天后,小谢无意中听到一边吹牛的人口中提到的九文龙 他向对方打探了一些消息之后 立马回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老曾 两人去到九文龙经常去的那个茶餐厅门口守住待兔 如今,九文龙已经是当家的了 身边跟着一群小弟,老曾两人自然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他们一直跟踪九文龙来到海边 就在两个帮派要干架的时候 这群人竟然悠哉悠哉的看起了流星 但是打架嘛,还是少不了的 混乱中,九文龙已经离开了现场 到老曾和小谢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 一日,小谢来到了一个澡堂 这个澡堂的老板就是前一晚和九文龙一起看星星的人 小谢在老板这里打听了所有的事情 却发现从老板嘴里说出来的故事 和老曾告诉他的全部都是相反的 老曾和九文龙根本就不是混混 而是油麻地市场的小贩 老曾卖猪肉,九文龙卖牛肉 立小舞厅开业那天 两人为了小齐,在舞厅里单挑 可老曾根本就不是什么打架的能手 只会勒住别人的脖子耍赖 突然,两人闻到了从小齐那里传来的一缕香烟的味道 这个味道让老曾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但他还是输给了九文龙 趁九文龙不注意的时候 老曾对着他的背后开了一枪 而澡堂老板就是为了挡这一枪 费了一只手 如此不守规矩的老曾 成了人人喊打的过境老鼠 为了逃命,他才跑去了巴西 他不知道的是,小齐并没有跟着九文龙 而是去到了另一个舞厅里 知道事情的真相后 小谢和老曾彻底闹翻 老曾找到昨晚意外被车撞进医院的九文龙 此时九文龙还躺在病床上,没有醒过来 老曾试图唤醒九文龙 从他这里打听小齐的消息 拿出小齐相片的那一刻 老曾愣在了那里 这模糊的照片 已经看不清小齐的脸 老曾自己几乎也忘记了小齐到底是什么模样 他一边重复着 不可以不记得 一边走出医院 他回到小谢的家 给小谢录下一段视频 一直以来 他都患用老年痴呆症 他害怕忘记在自己心里待了几十年的小齐 害怕自己到死都见不到小齐最后一面 这才会回来香港 杀九文龙只是他的一个借口罢了 只要见到了小齐 他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样就算是他一辈子都记住了小齐 为了不让老曾从楼上跳下去 小谢谎称自己已经找到了小齐 他带着老曾来到了一个舞厅 恍惚间 病情更加严重的老曾 好像真的看见了自己记忆中的那个女人 他还是那么漂亮 一颦一笑都勾着他的心 这次还没有错过他 也终于知道了这个女人的名字 了却心愿后 老曾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骗你的啦 电影的结局是个happy ending 那只枪里面并没有子弹 之后小齐的名字 代替他的照片和那半只烟 永远留在了老曾的心中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师妹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 拜拜